下面的地方就可以靠住他的臀部 然后嘴上说你屁股好大 先捏这个外侧 然后再捏内侧 内侧先捏他的大腿的下部分的内侧 然后捏就手就 和女孩子牵手我相信大家都会吧 但是很多兄弟呢只知道跟女生牵手 但是不知道跟女生牵手的时候 怎么样去调起女生的情欲 那么今天交代了一招 对吧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在逛街的时候或过马路的时候呢 你牵起女生的手 很多人呢他牵手分为几种 第一种呢就是小朋友牵手对吧 拉勾勾 那么这种呢是最傻逼的 就是最没有办法去调起女生情欲的 过了呢是朋友之间的握手式牵手 这样牵手呢更像是这个好朋友一起来散步 过后呢是情侣之间的牵手 就是食指交叉 这样的话女生会觉得有一种被握在手心的感觉 被掌控在你的手中的感觉 但是呢还是不够刺激 最刺激呢是一边牵手呢 一边用你的小中指呢 去轻轻抠他的手心 对吧做到这样调情的作用看一下啊 这个是牵手 牵的时候呢就这样子去抠他的手心 去调他的情 然后呢这个时候女生无非有几个反应 一个说好痒 对不对 好痒 这个地方扣一扣就不行了 那扣你其他地方不是更痒 这是第一种说痒的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把手振脱开 对吧 干嘛 你这么敏感啊 那你给我说除了手心以外还要拿你的嘴敏感 兜 兜你啊我试一下呢 对吧 那么如果还有一种呢就是让你在那里抠他都没有反应的 对吧 诶我抠你你都不痒吗 不痒 那是不是其他地方要敏感一点 诶试一下呢 哈哈哈哈 好以上呢就是通过牵手来调琴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不知道兄弟们学会没有 其实呢调起女生的情欲呢需要你什么呢 跟随你现在的场景顺其自然了 呃搂他之前呢先做一些测试把手放在腰上面 如果这个时候女生她不想跟你这么快的 呃这样子她会 诶对 她会往前迈步自动的脱离你的距离 这时候呢你就顺势站在旁边对吧 我们就好好看风景就好 但是呢如果搂他的腰的时候他没有反应 这个时候顺势就把手就挽过来了 就是第二步 第三步呢挽过来有没有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前面的胸呢就可以贴到他的后背 但是呢下面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后看一下他是不是愿意让你抱着 然后如果这样抱着 他还跟你很亲力的时候 下面的地方呢就可以靠住他的臀部 然后呢嘴上说哎呦你屁股好大啊 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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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很好对吧 所以说呢下一步呢就是可以去捏他的屁股 你看很多女生在公共场所里 你捏他的屁股还会变这样子 但是呢他会给你打闹打笑 虽然说呢就是看似是他逃脱了你的魔掌 其实呢情欲的种子呢已经深埋心里 不知道兄弟们学会没有 那么其实呢想要跟女生调情呢 一定要抓住一些私密的场所 就比如说像这种被遮掩的这些 没有人看到你们的地方呢 就是你调情的最好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需要去调情呢 因为这个是人性 实色性也 女生他不仅想跟你约会 他也想要被感受到色色的感觉 比如说呢还是要从开始循序渐进 这种坡的时候要带他去一些小树林 往里面钻的时候呢先牵手 对吧牵手的时候呢 假装扶着他对吧 摟住腰 然后呢摟腰的时候呢手这样捏一捏 没有反应对吧 没有反应的话悄悄地就捏一个屁股 嘿嘿嘿笑我知道吧 你看到没有 我在这种无人的地方偷偷地捏他屁股的反应 就跟在那个大街上抱着他的时候 捏他屁股的反应不一样了 刚刚是直接就振脱跑了打我 现在呢是嘿嘿嘿嘿在这里笑 知道吧为什么呢 这个是女生的 她的一个细节点是 不知道兄弟们学会没有 其实很多时候呢 这个女生走累了 我们通过按摩呢 可以挑起她的情欲 比如说呢 说亲爱的累了吧 对吧 来坐下我给你按摩一下 说坐下过后呢 你可以进行按摩对吧 最近是不是很累 对吧 对吧 先按按这个尖对不对 然后呢按按她的这个锁骨 然后呢再按她的这个 这个肚子对吧 就是绕过她的这些敏感部位 先这样子按 按完了过后呢 很简单 再把她的这个腿呢 放在你的腿上 先从这个小腿 这样子捏起 然后呢再捏这个大腿 对吧 先捏这个外侧 对吧 然后呢再捏这边 对吧 这边的外侧 再捏对吧 然后再捏内侧 对吧 内侧先捏她的大腿的下部分的内侧 对吧 然后呢捏捏捏捏捏 就就就就就 手就 懂了吧 这个不是 这个日本电影已经给你们安排了很多吗 关于按摩 怎么去升高 我建议你们去看一看 这种日本的这种按摩的电影 你们学的比我嚼得更快 其实呢 你要学跟女生调情呢 首先得明白一个女生对你是不是有意思 坐下来一起在累了聊天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呢 可以趁机呢 就开始找机会去主攻她的这个耳朵和她的这个脖子了 很简单 就是第一件呢 就是有些时候呢 可以让她先靠着你的肩 对吧 靠着你的肩 你的手呢 先轻轻的去抚摸她的耳朵 让她习惯于你的手 然后过一会儿呢 就可以 凑过去啊 闻她耳朵和她脖子的味道 对吧 然后闻到过后说 哎呀好香啊 然后呢 当她不反感的时候呢 可以再靠近 对吧 先用你的嘴唇呢 去触碰她的耳朵 去 这样子触碰一下 然后呢 用鼻子 用嘴这个地方 去 去嗅她的味道 然后呢 目的是让她习惯于 她的这种情欲的开关的打开 那么打开了过后呢 我们做下面的这些举动呢 才可以顺其自然 不知道兄弟们 学会没有 其实呢 和女孩子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 还是有很多的这种 去进攻她的机会啊 但是很多男生呢 可能要么就是因为太内向 要么就是太直男 他们错失了这样的机会 那么今天交代一招 首先呢 坐的话 让女生坐在你的左手边 然后呢 吃饭的时候呢 我们是用右手吃东西 那么右手吃东西 她也会用右手吃东西 然后呢 吃到一半的时候 你会用左手干嘛呢 就说 再有一个东西 如果我去擦的时候 她的右手拿着筷子 她是没有手来 做出防备动作的 对吧 那么做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是做一个测试 第一个呢 不会轻易地被她拒绝 然后呢 显得很尴尬 第二个呢 如果我在擦她的嘴角 她都没有什么反应 然后很乖的 对 让你在这里做这种擦摄动作呢 说明呢 你们就可以进行 下一步的 情欲的挑逗 不知道说你们 谢谢大家